声音老师别说出去 别说出去 说一来到 我喊 亲人伴 老师你好 我们先对对才是 这是表情表情 三二一 哎呦 扎着自己 让我跟那个谁吵一下 哦 天呐 这段单独发我 我已经摸掉了 可能就搞这些玩意 谁在老师这回事 他给额导谁更帅一点 接受姐弟恋吗 哈哈哈哈 你现在有负责吗 要亮吗 哈哈哈哈 热爱 鼓里头败变 我真的很感动 都不是问题 加油 接下来问题比较敏感的问题了 这段别掐一定要播出去 欢迎可颖姐 欢迎 哈喽 哈喽 你可能都成为一个偶像的未来实力派 你觉得你自己跟他们四个人有什么 相思之处呢 或者超越他们之处呢 深呼吸深呼吸 哈喽 欢迎柯宇 哎哈喽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英雄卓宇 欢迎赵英子 哈喽哈喽大家好 这都是第一期录完最可怜的 哈哈哈哈哈哈 姐那你做这个节目你感觉 昨天我们就是 在台上跟所有的 参赛者就是打招呼去认识 我觉得挺舒服啊 各位同学好 老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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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上内地节目是不是 50年之后第一次吧 啊真的 50年之后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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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我 现在期综艺节目 都有十几年之前 哦 那你做这个节目 你敢感觉现在录节目是不是 很辛苦 没有了本来我真的 不愿意来 真的 我很恐惧 因为我本身不是中医的材料 但也是材料的 我不是不是真的不是 我真的杠着你们不知道我 你内心有多紧张 我们当时想请姐的时候 我其实都觉得很难请到了 姐刚开始是有兴趣 后来叫你可颖姐说又不来了 哈哈哈 因为我不清楚啊 我说我很怕对 我给邓崔文老师发了个潮微信 我说崔文老师 可颖姐可能有犹豫了 就靠你了 然后我知道 邓崔文老师也会上来 对 其实我们很多年没有见面了 我就打给他 哎 我们就上去碰个面吧 因为当时我真的很久节 不知道上不上来好 我说你上我就上 你不上我就不上了 哇 对对对对对 他就是很有义气一个人 真的 好了我刚好在横店 现在我盼望就过来吧 这样子 所以我就抱着一个 非常轻松 又紧张 嗯 就心情过来的 谢谢可颖姐 谢谢你 谢谢 啊 可以介绍一下 录制感受 第一次来参加这种表演类型的 节目 然后也是 第一次接触表演 对之前一直都在舞台上面 昨天录制的时候 大家都陪我们熬到了很晚 真的吗 对对对 对蓝幕组都没睡 哎我看你现在还能够说的这么牛 牛啊 哈哈哈 真的太牛 就是只有热情 你才能熬这么多个晚上 都能够这么的状态这么好 就是习惯了 幕后都是习惯了 童哥你会长黑眼圈吗 哎 我会有化了妆了呀 化了妆了 真的吗你化了妆了吗 你去化妆了 栏目组说必须化要不不能见人类 哈哈哈 英子性格很有意思 我们每次来演员会要求录一个那个ID啊 英子录了三百ID 三百个 三三百是三百 三三个ID 这样在电影院有电影院适合放的 大家好 短视频有短视频适合播放的 龙恒演员走影仔 发布会有发布会放的 哈喽大家好 无视野员走影贼 英子 你这次来节目会害怕被说吗 批评吗 是有担心的 其实也是很紧张的 我过来 我说啊这次来不会 就还是那么倒霉吧 我发现还是这样 就我觉得我不知道魔充了 你知道吗 这一块准备了 好吧 好 加油 加油 没事 没事 每个人都会有这一次的我觉得 退退退 你给我买下这个IP 你控制一下你自己 刘波 刘海 刘八 是兄弟 你给我买下这个IP 你给我买下这个IP 你给我买下来 我认识随便改 还是越来越爱 为你所应再期待 来梦掉错队 来怀念过会 成功统化南亚 集中有乐趣 欢迎收听 武汉电台FM 欢迎收听无线电台FM 无线电台的各位听众们 大家好 我是今天无线电台的主持人 范士奇 这两天参加节目录制的感觉怎么样 累 累体现在哪些方面 累体现在熬 今天不熬 我们来玩几个游戏 今天港宗复刻之搭错线游戏规则 嘉宾需戴上隔音耳机 并在打乱顺序的答案板上随意挑选答案 若能对上正确答案便可得分 上开门通常说什么暗号 尖码开门 情侣吵架最后会说什么 我没饮醉 哈哈哈哈 都有时是这样的 我会在远远哭的朋友你会说什么 说 说 说 哈哈哈哈哈哈 我就是先试一下 我发现真的是一点也看不出来那个口型 我们先看一下问题 比如说第一个分手的时候说什么 完了BBQ 比如说看见帅哥的时候 真是冤家路战 哎 你这放我的歌我都没法专心看你说话了我都自己学长 好 看见帅哥说什么 我想一个人敬你啊 我想一个人敬你啊 看头踩的时候说 完了BBQ了 BBQ了 被抓住的时候说什么 走啊走走啊 应该 Zahl 期认识就做什么 他失恋的时候说什么 阿尊不管我是啊 过年团圆的时候说 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啊 呃 男人出轨的时候说 一家人就要整整齐齐啊 啊